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城市樂園 今天熊蟲莫的熊大 有給我們帶來什麼驚喜玩具呢? 他按下了麵包超人的電飯包按鈕 哇 碗煮好了 裡面會出現什麼驚喜玩具呢? 是一個和熊大一樣棕色的變形蛋呢 讓我們一起來變形一下 這好像是一隻大象的模型 它有長長的鼻子 還有兩根長長的象牙 熊大說 讓俺來騎一下 是超級飛俠的樂迪 樂迪用他的翅膀按下了按鈕 是超級飛的 電飯包會出來什麼驚喜玩具呢? 樂迪的電飯包組出了一個紅色的變形蛋 讓我們來變形一下 它有兩隻帶帶的眼睛 背後的殼還可以打開呢 然後還可以合上 這隻動物有好多個爪子 上面還有很多吸盤呢 那你們知道 那你們知道 這隻動物是什麼動物嗎? 接下來會是誰來煮奇奇蛋呢? 超級飛的電飯包 哇喔 是超級飛的奧特曼 超級飛的奧特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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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們可以猜猜看 這是哪一位奧特曼的奧特蛋呢? 讓我們來變形一下頭部 這位奧特曼的頭上有個綠色的水晶 然後它有三個角呢 它的左手還有一個手鐲喔 那你們知道 這個手鐲有什麼用嗎? 貝利亞正好聞到了香味 她說 我也要來煮變形蛋 看我的 我一定會煮出一個 非常厲害的變形蛋 讓我們來看一下貝利亞 會煮出什麼變形蛋呢? 喔 太可惜了 居然不是變形蛋 她說 我要再來試一次 這次貝利亞會煮出什麼呢? 這次貝利亞會煮出什麼呢? 欸?這次貝利亞的電方包煮出了一個黑色的變形蛋 她的身上有很多紅色的能量球 這會是什麼怪獸呢? 她的胸口 她的胸口有個紅色的計時器 讓我們來把她的頭變形一下 哇哦出現了 她的頭長著兩個長長的角 眼睛還是兩個大大的紅色的叉 那你們知道這是什麼怪獸的變形蛋嗎? 貝利亞說 我又有了一個強大的手下啊 熊達和勒迪要來進行變形蛋的大作戰了 熊達說 我的動物有兩根長長的牙 一定可以把你的動物打敗的 勒迪說 那就來試一下吧 首先是熊達的動物發起了進攻 她用盡力氣準備向前衝 噢,不好了 撞到了硬硬的殼 紅色的變形蛋要來進攻了 她用長著西旁的腳 把熊達的變形蛋舉了起來 熊達的變形蛋被打敗了 那這一次是勒迪的變形蛋作戰獲勝了 熊達下次還要再派出更強大的變形蛋才行啊 熊達和貝利亞也要來進行變形蛋的大作戰了 貝利亞說 我的怪獸可是非常強大的 一定可以把你打敗 貝利亞的怪獸首先發起了進攻 貝利亞的怪獸好兇狠啊 一上來就把奧特曼撞倒了 奧特曼說 剛才只是為了試一下你的實力 現在看我的絕招 貝利亞的怪獸被打敗了 貝利亞不服輸 奧特曼說 那看我的絕招 貝利亞的怪獸 哈哈 貝利亞也被擊倒了 貝利亞 Eat 貝利亞 貝利亞